大家好,我是Stan K-pop粉絲們非常期待的節目 女團們的回歸大戰 Quindom 2 今天公開了6組出演名單 第一組是擁有很多經典名曲的女團 Wuju Tonyow 第二組是去年以榮林一首歌 橫掃韓國的Bravo Girls 第三組是從別的親骨變成三人組合的PBG 第四組是在全球擁有很高人氣的實力派女團 第四組是 第五組是歷代女團出道專輯 出動修出量一味的怪物性人女團K-pop 第五組是Sista出身的歌后K-Rin 看這個出演名單的話真的會讓人非常期待 不過稍微遺憾的是 本來還很期待Trimcatcher wikimiki的呢 Quindom 2將在3月31日首播 主持人是Taya 對於Quindom 2的出演名單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下一個消息是 昨天在北京市內滑雪場舉行了 冬奧花式花冰的慶祝舞台 其中美國選手Alisa Liu選擇表演的歌曲是 一集的LOGO 因為在表演中有加入很多LOGO的舞蹈 而讓韓國網友們都非常快樂 在表演結束後 一集的官方IG截圖發文了 謝謝你與我們的歌 LOGO一起表演了非常棒的表演 你真的是太太太帥了 而Alisa Liu也轉發了這個現實動態 快要瘋了太可愛了 聽說她最近入坑了一集Kiki 因為是Liu所以不太會驚訝 看她的IG追蹤就能知道了 看來本來就是非常喜歡KPOP的一位選手 一集Alisa Liu加油 下一個消息是 Apink心區Tilemma因為非常犀怒的副歌 總之因為非常有中毒性的旋律 而目前反應非常好 但是從幾天前開始 這個部分的歌詞聽起來很像廣東話的 而在香港等聽得懂廣東話的地方 引起了非常大的熱議 然後就在這幾天 Apink與粉絲們進行線上見面會的時候 有香港粉絲將這個秘密告訴了成員普密 以及南俊 現在說的是 有香港的旋律 有香港的旋律 是否在香港要上電影 可以選擇? 是否在香港要打成私嗎? 他會選擇做成功嗎? 我可以選擇 但是在這次是 但頂風採訪的旋律 是否在這次去打成? 是否在旋律 你怎麼會這樣嗎?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說不定了? 我的天啊! 我明白了 然後在昨天的時候 在江南見面會 恩吉也提到了這件事情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做? 那你怎麼會這樣做? 你怎麼會這樣做? 我們這樣做不定了 希望APING能繼續繼續 繼續帶給我們幸福 好的 今天的營餐 我們就到這裡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好 這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